首先,本文主要阐述了决战 这个术语在决战元素的循环中的意义 所谓的决斗就是为了在元素周期的最后一步 为的就是让人为之疯狂 接着,笔者根据人类的战斗经验 对兵器的进化进行了总结 掌握更多珍惜的金属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在此期间,笔者为大家讲解了数十种 具有不可思议功效的金属 是每一位阅读此书的人都深刻地认识到 人类的前途在于如何发掘和利用稀有的金属 文章的结尾还谈到了我国稀有金属交易平台的建设 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 大家好,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这是一部名为《决战元素周期表》的书籍 在这之前,我先让你回忆起中学时所学习的元素的循环 也许大部分人都会把表格中的三分之一都记得清清楚楚 大部分人都看不懂了 因为他们看到了许多古怪的文字都是金色的 看不懂的 我还记得,我曾经问过我的一位中学的化学教师 他告诉我,那些元素的含量很低 我们日常的生活根本就没有必要使用 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这些要素的重要性 这是一种影响整个世界的力量 首先是写手 本书由美国资源策略顾问兼白宫智库的大卫亚伯拉罕所著 就算是美国的国家也不得不考虑一下他的提议 这位作家在编写这本书时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他去了数十个不同的国家 甚至还和那些在社会上徘徊的神秘玩家见面 最终成为了一部小说 让我们来看看本书的标题 《决战元素周期表》 简而言之 最后一战是一种隐晦的说法 它是关于人类如何利用和竞争的 比如我们不知道的元素 我的解读将分为三个阶段 一,战争是用来砸铁的 我会告诉你 在战争中 金属是如何起到重要的作用的 二,拥有强大的金属属性能力 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些 具有魔力作用的稀有金属 三,不稳定 在本节 我们来看一下稀有金属的交易会 它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第一段 在那本书籍中 有一条信息 如果一个文明能够利用元素的周期 那么它的军队实力 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说的是啥 我先从地球上的人说起 我们首先瞄准了一个较弱的种族 例如一只狼人 狼类是一种社会生物 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开始 狼可以使用不同的内脏 比如牙齿 比如爪子 比如碳 氢 氧 氮 磷 磷 因此 狼类和其他的生命 没有任何不同 它们掌控的力量是有限的 是无法掌控整个星球的 这个时候 要是有一帮手持实质工具的人过来 那只狼还真不一定能赢 从外表上来看 原始人使用的是更高级的装备 但实际上 它们拥有的是狼无法掌控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 就是地球上的龟酸岩 也就是所谓的岩石 因为龟的坚硬程度 远远超过了动物的骨头 因此 人类的力量远超狼 这个世界在不断地发展 这个时候 一个拥有钢铁兵器的原始人 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在这本小说中 赫提人 曾成功地占领了中东 大约在公元前六千年 一群名为赫提人的人 从高加索南部迁徙到现在的土耳其 他们的力量是如此地强大 在古代的历史中 他们就是一位强大的战神 为何 因为他们拥有一种神奇的科技 他们找到了一种 用碳烧过的特别的石头 可以制造出一种非常坚硬的材料 它实际上是26个原子的铁质 铁是宇宙中的一种超新星 它的体积要比太阳大八百 任何一种元素 只要在26以上 就需要在超新星爆炸中诞生 赫提人自然不懂 他们只是觉得 那玩意儿坚硬无比 他们制造的钢铁盾牌 钢铁兵器 都是那个时代 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兵器 在那个时代 阿拉伯人的武器都是木头 所以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 控制元素周期中 排名较低的元素 在人类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 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它已经成为了 全球人民的一种兵器 成为了一种宣传语 比斯迈之所以被誉为铁血帝国 就是靠着 它在战场上打出来的 在这个人人都用钢铁作战的年代 要比别人强 就得先学会元素周期表后面的稀有魔法 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吧 1918年 一枚炸弹从天而降 砸在巴黎市中心 造成数百人死亡 德国距离巴黎也有100多公里 那时火炮的射击距离仅有10多公里 按理说 德国人是不可能向他们开火的 德国人发明了一种叫做巴黎大炮的新型兵器 其有效距离可达130多千米 这等于从深圳向广州发射一发炮弹 德国人能够制造出来 是由于他们在枪口中添加了一种叫做木的物质 木系的火炮 无论是硬度还是耐热性都得到了巨大的提高 射程也大大增加 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更是将各种稀有金属加入到了战车的枪口之中 如果没有金属打造的枪口 你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 德国的科技水平比德国的高科技 使得德国的坦克车在世界上无敌 然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有两种较低的元素 及众所周知的不合油矿 这两枚核弹都是用来制造核武的 是一种辐射材料 核弹比人类的任何热武器都要强大 可以说 这场战争的终结之战 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的合金 而在21世纪 对于各种高技术的兵器来说 更多的是依靠稀有金属 那些稀有金属 都是陌生的文字 就拿美国M1A2来说 拥有最尖端的火力控制 可以让M1A2在第一时间 就能察觉到对手的存在 在其火力控制中 需要添加一种叫做 已的稀土元素 而且 这辆车的夜视器 还配备了蓝核者 无论是现代的潜艇 还是军舰 都要用来这种合金 来加固船身 美国宙斯顿的关键部件 SPY一型相控阵列 同样包含了多种稀土 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美国F35 按住住者的说法 F35已经超越了一个完整的周期 在罗帽和罗丁中添加了 皮 在雷达中增加了加的信号 在电容器中增加了 坦 一台F35战机所消耗的 稀土总量为400千克 这本小说引述了美国一名中校 同时也是一名材料科学博士拉蒂夫 他说 没有一些稀有的金属 我们的兵器就会回到 上世纪60和70年代 从动物进化的历史 到战争的历史 都可以看出 从牙齿到金属 从金属到F35 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越是靠近后面的金属 我们的战斗力就会提升 这是我们首先要讲的 战争是用来打金属的 你也许很奇怪 为什么那些金属 可以有如此奇妙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 我将告诉你一个秘诀 第二段 而现在最常用的 就是用稀有金属来制作合金了 说到这里 我不禁有些感叹 金属的制作 实在是太划算了 太不可思议了 为何要产生这种情绪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实力吧 首先 我们都了解到 铝是一种非常柔软的材料 可以用石头 在纯铝片上留下痕迹 而铝质的温度也非常的低 大概在600摄氏度左右 被高温一口 就会变得松散 随便一跺脚 就能把人给踏平 但是 铝合金有两个好处 一是重量很小 二是导电性能好 怎样利用铝材的优势 避免使用铝材的不足 那就是金属 所以 我们才会经常听说 用铝合金来形容它 例如 将0.2%至0.3%的金属椅 加入到铝材中 请记住 我们烹饪石家的盐分是一样的 但这种新型的铝合金 却完全变了一个人 高温 结构稳定性 焊接性能 抗腐蚀性 抗脆化能力 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而且它具有铝质氢 导电性好 价格便宜的优点 抗铝合金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金属 在航天等领域 都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 而这种提升 只需要少量的稀有金属炕 就可以了 因此 有些人将稀有的矿物 与工业用的严相比较 让我们来看看另一种情况 即在制造过程中 加入了金属泥 如何在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情况下 减少车辆的自重 这是汽车界的一个永远的问题 事实上 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的容易 添加一种特殊的金属 例如添加了泥元素 一吨钢铁中 添加100克的泥元素 相当于一颗豌豆大小的泥矿 就能让钢铁的性能得到极大的改善 从而增强钢铁的韧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一吨钢铁 可以抵得上两吨钢铁 如今 许多人都在担心全球气候变化 想要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将寒泥的合金大规模 应用到汽车行业中 这样一来 环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们经常说 把石头变成黄金 如今的人类 实际上也有这种技术 现在的纯铁 纯铜 纯铝 都是纯的 都是工业用的 没有金属 你就无法适应现代的工业发展 不管是大桥的钢索 汽车的防撞横梁 还是太空梭的外照 都是用无数年来试验的材料 也许你会想知道 为何金属具有如此奇妙的功效 我再告诉你一些 关于本书以外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是怎么强化的 最好的答案是 添加了其他的元素 会影响到原本的元素 在纯合金中 其原子的位置更有规律 你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 非常平整的纸张 在不同的分子层面上 更易于彼此的移动 一种具有较高的流动性的金属 其物理性质也较柔软 而在加入了其他的金属元素后 就等于是在原本的材料中 加入了一些杂质 使得材料的结构更加不均匀 就好比一片纸张中 放入了大量的植物纤维和金杆 那么纸张就会更加坚挺 从而减少了流动性 而一种不同的金属特性 例如热传导性 导电性 磁性等 这种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就好像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材料 一些专家还将这种金属命名为亚元素 这是人类最早使用稀有金属的方法 制造合金 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用途 即制作永久磁铁 更具代表性的试滴 永磁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词 首先 我们要说的是 永磁到底是怎么回事 永磁材料是两大未来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分别是风力和电力 我们中学的物理学都讲到 要将动能转换为电 要将电转换为动能 必须要有一个磁场 而这种磁场正是由永磁体供给的 通常情况下 磁石的磁场会逐渐减弱 而永久磁石的磁力衰减速度很慢 因此被称为永久磁石 事实上 我们周围到处都是永磁铁 例如在新疆 有一座名为达坂城的城市 达坂城拥有国内最大的风能设备 你从那儿驾车而过 真是美不胜收 真是人间的风车 在那座顶峰的山坡上 有许多巨大的风轮 而这些都是由永磁铁组成的 在体内 静静地协助着人们将能量转换为电力 而且你要是购买宝马或者奔驰 那么你将会天天与永久磁铁相伴 现在电动汽车的主要动力来源 就是永磁材料 我们在此顺带提一句 许多人认为 车子由电机驱动 实际上并非如此 用常规的电机来给汽车提供动力 会有许多问题 如果车子在转弯的过程中 车轮的速度会发生变化 那么电机就无法处理这种问题 而现在最流行的办法 就是用永磁铁来做动力 前面提到的永磁材料 就是要把低铁的成分给推出来 要制造永久磁铁 就得用到稀土 正如我们所说 金属的特性将会有所变化 人们已经在一块叫做 铁铁棚永久磁石中添加了一种材料 它的磁场强度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迄今为止 人们尚未发现替代方案 而低则是迄今为止 最好的解决方案 因此 当人们想要在能量与能量的转化时 我们就必须要有大量的金属滴 曾经有一种说法 那就是 在人类和未来的道路上 存在着一道狭窄的鸿沟 好吧 那就是这块稀有金属的永久磁场 接下来 我们要说的是一种更加强大的合金 泥矿 我们在谈合金法的过程中 也谈过这个问题 泥矿的英文简称NB 一看就很厉害 你有很多用途 可以用来制造合金 也可以用来制作超导材料 通常情况下 有机物质与金属会互相抵触 人对金属很敏感 就像是戴着一副眼镜 因为金属的搅汇 让你的耳朵发麻 这种感觉就是你的肌肤 对金属敏感 我们之所以要佩戴纯银饰品 是因为它是一种 对人类的肌肤 没有任何刺激作用的稀有材料 然而 与银比起来 金属泥更有利于人类健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泥矿具有良好的 耐化学侵蚀和生物兼容 也就是说 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化学反应 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排斥反应 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些血肉竟然可以和 针骨上的血肉融合在一起 金属肉 被称为 泥 当人类颅内有损害时 最好的替代方法是 人工制造的泥片颅脑 这种金属线 可以用于连接神经和筋膜 将泥制为砂或网格 可以用于弥补肌肉的损伤 当人体出现断裂时 最好使用泥合金 来制造人工骨架 你也许会问 难道所有的人工骨头 都是由钛组成的 是的 因为泥矿的数量太小 价格也很昂贵 普通人根本买不到 泥矿本身就是一种稀有的材料 或许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有些人觉得 将来的发展趋势 是人与机器结合 那么你会非常的关键 如果将来有人能把导线 U盘 骨头 金属材料等植入体内 那么 你就是最好的选择 届时 你会取代钙质和铁质 并将取代人体所需的 最多的元素 这是我们的下半段 我们将介绍三种材料的用途 一种是合金 一种是制造永磁铁 另一种是金属泥矿 或许你会说 既然稀有的金属是有用的 那么 我们应该开发更多的资源 让整个世界的科技水平 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是的 这是每个人都希望的 但问题是 绝大多数的金属都很稀薄 而且还不是很均衡 这就导致了 稀有金属和人类之间的联系 也会更加的紧密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稀有金属与政治 商业巨人的联系 第三段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金属 那么 这个世界上 应该是一个公开的稀有金属交易平台 不是 稀有金属的贸易出现了两极化 一种是天堂 一种是地下 一种是贸易 一种是在国际上进行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大国的游戏 地球上的金属元素是随机的 很有可能是在地球上的一个角落里 而不是在别的星球上 因此 越是大的国度 越容易发现一些珍稀的金属 例如 俄罗斯有大量的把金储备 俄罗斯公司诺里尔斯克涅公司 占据了世界40%的把市场 还有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尼来自巴西的CBMM矿业公司 占据了全球85%的供应量 而这些大的帝国 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 于是 这些稀有金属 就成为了各国之间进行竞争的一种手段 中国拥有最多的矿产是稀土 邓小平曾说 中东有石油 中国有稀土 中国已查明的稀土资源 在全球排名前列 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上 稀土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该书以日本于2010钓鱼岛事件为例 扣押一名中国舰长 中日两国的关系 也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该书称 中国在此事发生后 已经暂停向日本出口稀土 这让日本的高技术公司 都有些坐不住了 日本商会敦促经贸工业省 尽早处理中日之间的纠纷 使其重新回到稳定的稀土市场 然而 自中日钓鱼岛1亿一年半以来 中国大陆的稀土市场 仍持续升值2000% 即20多次 日本高技术公司遭受重创 这种价格的变动 只有一个解释 由于市场对再次出现的 稀土供给的担忧 这种担忧 在一系列的猜测和扩大之后 引起了市场的惊慌 许多公司和制造商 争先恐后地购买了这些矿石 最终的市场反响 是大幅的价格变动 从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看出 它不仅仅是一种资源 更像是一种国际政治游戏中的一种手段 听到这里 你是否也有些担心 中国的工业水平也很高 难道中国就没有什么稀有金属吗 是的 在稀有金属方面 没有哪个大国会说自己是老大 我们中国人的反应就是 尽量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们刚刚说过 巴西公司CBMM矿业公司 控制着全球85%的泥矿资源 所以中国要采取措施 让我投资贵公司 在2011年9月初 中信 宝钢 安钢 首钢 和中国钢铁联合组建中国泥业 以19.5亿美金购买巴西矿业公司 15%的股份 从一定意义上讲 我们与巴西公司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而中国的金属泥矿的销售情况 也将更加有利 再说了 CBMM那么牛逼 那么他们公司的股票 肯定不会被别人抢走 谁能拿得出来19.5亿美金 巴西怎么会愿意跟中国人合作 其根源在于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 我国对尼钢的需求 是全球最大的 如果你有大量的需要 那么就一定要与供应方进行协商 如今 无论哪个国家 哪个公司 无论你拥有何种类型的金属 中国都是无法回避的 在此 我要说的是 一个拥有繁荣的经济和良好的对外关系的民族 是多么的关键 在我们的文章开头部分 稀有的矿石是强国间的一种政治游戏 如果一件物品成为一种政治游戏的道具 那么其市场化的水平就会非常之差 这就导致了 你有钱也未必能买到 因此 在这里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发生 笔者曾与一名私人向日本公司供应稀有金属的商人进行过访谈 此人有着超级玛丽奥的绰号 长着一副超级玛丽般的洛塞壶 他的本名叫中村凡南 据报道 中村凡夫控制了日本50%的进口 据说他一年的营业额高达350亿 无论事实如何 他在幕后操纵的利润绝对不止这么多 整个黑铁贸易都是在地下进行的 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法律的庇护 因此 一个人的名声就显得尤为关键了 在黑市上 买家往往会收到一箱奶粉 这是一种牛奶 首先 将这些金属粉分解为氧化剂 加入到牛奶中 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跨国海关的通关 等买主收到商品 将牛奶清洗干净 然后经过一连串的反应 获得了一些金属 你想啊 一批价值几十亿美金的东西 在这种秘密的地方运输 中间商的信用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很难相信 对于整个地球来说都是如此的珍贵 如此的脆弱 如此的变化无常 毫无规律可言 因此 在这里 作家对这个脆弱的均衡表示了担忧 他还在他的著作中探索了一些可行的方法 他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人类能否设立一个统一的法律和贸易的平台 笔者觉得 这件事很困难 原因是政府的兴趣实在是太大了 即便有交易的平台 有规则 也不一定管用 作者又问道 如果是高成本的话 我们能不能加大对稀有金属的回收力度 答案是 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 人类循环利用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 一台iPhone含有65种成分 有些含量仅为微量 就像是分散在各个部件中的粉末 人们要把这些东西再利用起来 要比购买 新的要多得多 再者 从另一方面来说 循环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是一种被宇宙法则锁定的东西 按照热力学的第二法则 急伤增法 重新组合一个对象 其消耗的能源 必然要比一开始破碎十多得多 就像是一个破碎的瓶子 你要重新组合 所需要的力量 绝对要比破碎的时候多得多 而要将分散在各个部件上的金属元素 就像是重新组合一个瓶子一样困难 而这样的话 将会耗费很多其他的能源 例如汽油 到时候 就会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发生 那就是 他们想要再拿回来 那就是得不偿失 这可如何适合 这位作家没有在他的著作中 提供最终的答案 本书以金属材料的研究为主线 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好了 这本书的主要部分 我来给你做个概括 首先 我们要讲的是 战争是用来制造钢铁的 而人类在战斗中的进步 就是对自身的控制 在这一章中 主要讲述了三种材料的用途 制造合金 制造永久磁铁 以及一种叫做泥矿的魔力氢核性 在第三节 我们将会发现一种不稳定的均衡 贵金在各国的游戏中 都是举足轻重的 在国际上也是最受欢迎的 在录音结束时 我会讲几句自己的想法 本文的最后一句话 即人与稀有金属的前途如何 我试图给出一个指导性的答案 依我看 就是四个字 向外面要 我们之前提到过 只有大量的恒星死去 可以制造出元素周期表之后的那些金属 不像石油和煤炭 都是从地球上生产 而钢铁则是在太空中生产 因此 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 这些资源并不缺乏 另外 在这本小说中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在2015年 在靠近地球的地方 有一块叫做 2011UW-158的小行星 从我们身边飞驰而来 起初 它们还以为会碰到我们呢 但当好人把这玩意儿的结构分析出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是一块白金色的陨石 该陨石的宽度为220公尺 其白金的储量可以达到9000万吨 如果我们相信了 那么现在的白金 就是5兆美金 比苹果公司在2015的时候 要高出10多倍 7亿中国女人 每个人都能得到900克 每个女人 都能得到15枚白金戒指 15个 两个人都不够 以现在的技术自然无法使用 因为陨石的飞行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我们根本无法捕捉 但是正如这句诗所说 无论我们是否使用 这都是存在的 我们对此很了解 在整个星系中 孤零零的盘旋 只为人类所用 而在我们的星系中 有12万个小行星 64个 而在土星上 则有30个 它们还拥有一个 充满无限想象力的 规制外壳 那么 我们所有的困难和烦恼 都是由于我们的眼界狭隘 人就如同一个洞穴中的土著 在我们感到自己物资短缺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忘记 在这片狭小的洞穴外面 有着一望无际的高山 草原 以及一片辽阔的陆地 让我们再来看本书的主题 终极元素循环 这是一份宇宙对人类的商品列表 人们能够识别元素 命名元素和利用元素 现在 人类可能要转向其他的战争了 既然是创造了这个世界 那就从这个世界上得到吧 这是人与万物的命运